另外要看到是英国的保守党主席查哈威 疑似是因为逃漏税被首相苏纳克给开除了 查哈威是在前首相强生时期入阁 那么苏纳克上任之后呢 就任命他为无任所大臣 并且担任保守党的主席 只是身为富豪的查哈威 遭控报税不成时 严重违反了大臣守则 苏纳克决定开除他的政府职务 在英国经济通膨高涨 以及民生艰困时期 苏纳克不留情面的开除盟友 外界分析他是要凸显对此事零容忍 更重要的是不希望影响到执政党 备战2024的大事